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的工业为了想要提高利润的关系 所以呢要扩大它的生产规模 才能够有效降低这样子的生产成本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要调整生产组织 利用整合或是分工的形式 才能够有效达成现代化的目标 因此现在的生产组织 通常我们会把它分类为这四种形态 包含了水平整合、垂直整合、水平分工 以及垂直分工这四种不同的面向跟类型 好那这四个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吧 首先第一个是生产组织的整合 生产组织的整合包含了水平整合 以及垂直整合 所谓的水平整合呢 简单来说就是以并购或者是联合的方式来经营 那这样子可以有效的扩大产品的市展率 因为这种同类型的工厂 如果两个能够互相结合的话 那这样子的产量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扩大了呢 这个就是水平整合的定义 那垂直整合的定义呢 就要把上下游的产业让它链接起来 变成同一家公司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原料的来源跟价格 这是在上游端 那下游端的话呢 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的销路市场跟它的售价都可以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因为我们已经整合变成同一家公司了嘛 所以基本上来讲是这两个意义 或许这么说还是有一点抽象 因此我们就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更进一步的解释吧 这张照片的话呢 是波音公司 可以看到这个模型是波音787 1996年的时候呢 美国波音公司它合并了另外一家卖道公司 因此波音就成为了全球航空制造业最大的公司 也就是两家公司原本都是在坐飞机的 后来波音就把卖道公司给合并 并吞或者是并购下来了 因此他们就成为了同一家公司 那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我们在前一支影片有提到的 这个叫做什么 扩大生产规模 达到规模经济 二合一的情况之下 这下公司是不是就变得更壮大了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称它是水平整合 在同一个水平面 也就是两家都是在制造飞机的 那后来并购起来之后 这种就叫做水平整合 好那下一个例子的话呢 这张照片是什么 这个照片呢是云林卖辽六清肠 诶它原本是怎么样 它原本是台树嘛 就是在做塑胶的 对不对 那后来的话台树公司变成什么呀 变成了一个石化产业 也就是从上游的轻油链结 然后到中下游的石油化学原料的产品的生产 所以原本它只是在做中下游的事情 炼油的话呢 其实不是台树的制造的部分 早期的话就只有中游这一家而已嘛 那后来台树也开始来竞争了 所以它从最初的塑胶纺之后 中下游的产业发展到连上游都一起有经营了 所以这种上下游之间串联 变成同一家公司的情况 那这种形式我们就会叫它垂直整合 那这是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嘛 早期如果它需要原料 它可能必须要跟中油公司买 那中油公司的价格的话呢 如果它是一家独大 那是不是价格就随它喊了 所以我如果是下游的厂家的话 那个原料的价格我很难去掌控 但是如果现在都是同一家公司 我自产自销 自己给自己的下游去做产品的加工制造 那这样是不是可以有效的节省成本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样的垂直整合形式 对他们这样子一条龙的作业来讲 是十分有利的 所以这种形式就叫做垂直整合 另外一个组织的形式是所谓的分工的模式 分工模式一样可以分为水平分工 以及垂直分工 水平分工又可以包含两种概念 一种的话呢则是同一个产品所需要的零件 由不同的公司生产组装而成 这种叫做水平分工 例如说汽车 汽车的零件有非常多 有轮胎啦 钢板啦 引擎啦 玻璃窗啦 等等的 还有这么多的零件 那这些零件都是由不同的公司所生产而来的话 那他们在这样子的汽车产业上面 就是一种水平分工的形式嘛 大家都是为了做这个汽车的零件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种水平分工 那另外一种水平分工的形式就比较简单了 他就是一家企业 他为了掌握他的各地的市场 或者是呢 他想要怎么样 扩大他的生产规模 所以他在各地设立了分工厂 生产的是相同的产品 例如说台湾的捷安特脚踏车制造 那他原本在台湾是设厂制造 那后来的话呢 他想要掌握欧洲的市场 所以他也去荷兰这边设立一个工厂 进行高阶脚踏车的制造 这样也是一种水平分工的形式 就是设立分工厂分公司在世界各地 那另外一种垂直分工的形式的话 也是一样 看到垂直两个字 就知道他一定有上下游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上下游的关系 它是什么 分工的 所以把上游工厂的产品 是下游工厂的零件或原料 简单来讲就是上游跟下游是不同的工厂 那这样就叫做垂直分工 分工就是不同的公司 整合就是把它整合成同一家公司 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应该就很明显的差别了 那一样我们就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第一个的话呢 这个是课本上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他提的是年薪纺织公司 他一样这家公司的话呢 在世界各地都有设立不同的生产厂 例如说A越南有三家的成衣厂 柬埔寨有两家的成衣厂 在非洲的赖索托也有三家的成衣厂 所以他原来是一家公司 他在世界各地设立不同的分工资 不同的生产厂 那这样就是一种水平分工的形式啦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这个例子从照片中来看的话 很明显的知道说 这个是在讲什么样 电脑的生产 那电脑的生产的话呢 因为每一个零件的制造过程都是很专业的 例如说上游有所谓的IC设计 然后呢还有所谓的一些晶圆啦 电路板啦 这个都是比较专业的 所以会分工的很精细 那中游的话呢 也是需要做什么 要做滑鼠啊 键盘啊 一基荧幕显示器等等的 这又是另外一项专业了 那等到最下游的话 则是把这些零件全部都把它组装在一起 那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专业程度都很高 很难同时由一家公司可以包办从上游到下游 这么多专业集合在一起的事情 这种产业尤其是科技产业 专精程度很高 专业能力很高的情况之下 它都会有各个工厂充分发挥每一个阶段的生产工作 那这样子就叫做垂直分工 好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以下的案例是有哪一种生产组织的转变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首先第一个 Sony跟Alexon的合并 这个有点时代了啦 就是早期索尼 跟电子产 就是手机屹立性 两者之间合并就变成Sony Alexon 那这个品牌现在的话也消失了 现在又回归变成Sony而已 所以异利性这个手机品牌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基本上已经快看不到了 好那你可以看合并这两个字 可以知道这就叫做什么 并购嘛 并购是属于什么 没错是属于水平整合 非常好 好第二个的话 鸿海并购了它上游的零主件供应商 哇你看到并购两个字 好紧张要选水平整合吧 但是别忘了哦 它是把上游拉进来 对不对 所以是一种上下游之间变成同一家公司 没错那这个就是垂直整合啦 第三个 丰田汽车把它的生产据点分站到世界各地 在世界各地设立分工厂 这个是就是很好 就是水平分工的形式 好第四个 三星企业呢 从最上游的半导体到最下游的零售跟销售 一整条的产业链 从上游到下游 每一个部门都窜在一起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叫做垂直整合 所以韩国主要都是以大企业大财阀为主的 跟我们台湾这样子的中小企业的形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好最后一个例子 美国艾克森石油公司在1999年合并了美孚石油公司 所以这两个就看到合并 又看到并购同样的形式 这个就叫做水平整合 那好 相信同学们应该已经都了解这四个不同生产组织的概念了吧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为止啰 好 继续接着看下一个影片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